你说搞不好明天就有一个 美丽的姑娘 背着小包袱来找我 对我一见钟情呢 小妖哥哥 小妖哥哥 咋回事 小妖哥哥 是我呀 灵儿呀 咋回事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刚才说过了 我叫赵灵儿 赵灵儿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家住新领岛 怎么认识的 是这样的 之前我过生日的时候 小妖哥哥带着龙大哥和小蛮姑娘 一起来找我玩 临走之前呢 小妖哥哥让我到仙剑客栈来找他 因为姥姥出去旅游了 所以呢 我就来找他了 他到底说什么呀 八成事人错人了啦 不可能吧 你做错事不想承认的 哎呀 没事的 珍珍不会怪你的 不好 我开心的 珍珍 你相信我啦 你看 我每天在你眼皮子底下干活 哪有时间去过生日啊 还先领导 一定是搞错了啦 这样 咱们暂时把它先留下 慢慢找机会做错事 啊 哈哈 来 来 链儿姑娘 点菜哈 客官 你好 我们这儿呢有凉菜 热菜 还有梦幻西游特供菜品哦 震露酒 佛跳墙 长寿面 翡翠豆腐 说胆酒 桂花丸 哇塞 超梦幻 my love bag bag 还有包包包 客官 请慢用 莲儿姑娘 客官 你要点什么呀 再给我来一壶水 可是我看你水喝的有点多 脸有一点肿了 那你的意思是我不喝水了 那你看着给我点吧 老板娘 来一份海米冬瓜 震霖 可以啊 这水还没得点菜了 小鹅哥哥 你就别说笑了 不过那位客人 好像是挺能喝水的 上菜 哎 来啦 美丽姑娘看这带劫 这么美丽又能干的姑娘 一定是铁楼姑娘 我看这个姑娘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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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哦 哦 哦 太干净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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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试试动物的房间 我帮你收拾啦 怎么了 有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吗 哦 哦 没有没有没有 我呢 只是表达一下我的谢意 小鹅哥哥 你真好 那 我